漫威史上最残暴的英雄 他来了 这天 格鲁特正在搭建自己的小木屋 几分钟后 一栋豪华别墅就这么完成了 格鲁特对自己的作品十分满意 不料突然开始剧烈摇晃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原来是一只幼鸟 在破坏他的小木屋 格鲁特就这么被赶出来了 格鲁特十分生气 但下一命 格鲁特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他随手翻起眼前的石头 不料地下却别有洞天 这刻把格鲁特高兴坏了 他开心地手舞足蹈 不料却引发了地震 就连他随手扔掉的牙签 对于小生物们也是一场灾难 于是他们奋起反击 但是这些攻击 打在格鲁特身上却不同不痒了 他只是吹了口气 里面的世界就刮起了台风 可不料 对方竟然还有武器 格鲁特毫无还手之力 直到崩出一片树叶 格鲁特这才发现 他们竟然围着树叶开启了狂欢 这可把格鲁特高兴坏了 赶忙去一旁摘了好多树叶 就在往回走的时候 真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 你知道漫威最可爱的格鲁特 是怎么来的吗 答案是种出来的 还在花盆里的格鲁特 无忧无虑 享受着机器小时贴身服务 直到有一天 他太能吃了 把花盆都给撑破了 机器人便把他随意丢在一旁 从而拿来一盆更好看的盆栽 还剥夺了他的毛巾 转头就给那棵树盖上了 这让格鲁特很是生气 他随手抄起东西便扔了不去 格鲁特卯足力气 伸出手想要把他拽下来 可不料 他抓紧水管 准备把自己当过去 可结果 他对着盆栽拳打脚踢 紧接着狠狠掰断了他的树枝 这时格鲁特感觉到异常 他竟然长出双脚了 他稍微活动了一下身子 便能熟练地使用了 哟喝 这小东西没有脚 我赢了为黑 格鲁特肯定是这么想的 于是当即格鲁特就原谅他了 机器人是不可能原谅的 哼 遥远的星星 格鲁特遇到一处水时 他尝了长泥土的味道 还不错 这个原来是座温泉 格鲁特开心地玩耍了起来 他开始往水里加一些调料 然后眼睛敷上黄瓜 日子过得十分的惬意 只是动静有点吵到邻居了 等到格鲁特再次醒来 身上已经长满了叶子了 他开始给自己打理叶子 但是不一会树叶就枯萎了 他赶忙来到温泉边 捞起泥土敷在头上 头上很快重新长出叶子了 他开始打扮各种造型 比如南瓜怪 又或者是百灵鸟 这是印度阿三哥吗 甚至copy起了人马 应该叫他树马 最后还扮起了公主造型 这谁看了不狠狠的爱主 除了这只鸟 格鲁特还在臭屁中 这鸟也太嚣张了 笑起来就很嚣张 格鲁特重新来到温泉边 但是已经没有材料了 最后一片叶子也离他而去了 这鸟属是嚣张过头了 笑得也太猖獗了 然后他就准备惨了 从此格鲁特多了一条色彩斑斓的围巾 当然了 树林里也多了一只可怜的眉毛鸟 我是格鲁特 漫威上映的系列短片 一共有五集 就先给大家带来三集 喜欢的点赞留言支持一下 人数多的话我把另外两集也更新了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